各位約旦時論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陳仁毅 我曾經就讀於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 的碩士班 現在任職於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那我這篇文章的 名稱叫做審計品質對公司績效與資金成本的影響 那可能很多讀者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要拿這三個去做比較 那其實原因是在於說 我在求學過程中其實有讀過很多的論文 那其實論文的部分都是 以這三者之間的兩兩去做比較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既然都可以兩個去做比較 而且 這一三個的兩個做比較 每一個人都就是 幾乎大家都已經有做過 那為什麼我們不要把這三個放在一起看 那 我用的參數 也跟別人不一樣 那說不定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我就決定做了這一篇的文章 那其實我在做的 之中不是 就是一下就跑到了這三個的變化 那其實我在做的時候是以 前面已經有人做過 那我再參數去做互換 看會有什麼影響 之後再來看看這三個的變化 那其實我的第一個測試 我是想要測試 前期的公司績效對 呃本期的資金成本有什麼影響 那來介紹這兩個參數好了 其實公司績效不外乎就是 呃公司的 有沒有賺錢啊 或者是財務比率好不好啊 或者是資產周轉利或者是 財務槓桿 這三個之間去做比較 那其實我的 公司績效的參數是 參考杜邦模型 那其實我這個杜邦模型就是做改良式 因為本來的杜邦 模型他只是在於說去看看別公司的 盈餘好不好 或是盡力好不好 然後去當做一個參數 可是 因為其實杜 其實杜邦模型 他是用如果有學過就是財務比率的話 他是用 呃非常多的 的比率去 相乘 而成的叫做杜邦模型 那是分別為哪 三個模型的第一個其實是毛利率 第二個是資產周轉率 第三個是財務槓桿 那我就是把 杜邦分為 這一三個 比率跟槓桿原理 那去看看他對 就是他 作為公司績效的參數 去對資金成本的影響 那資金成本的部分呢 其實有分為兩種 我們食物界上有分為兩種 那我這一次就是把 這兩種全部加進來來測試 第一個是權益的資金成本 那權益權益 股東權益嘛 我們一般來說 權益就是股東 那股東就是投資人嘛 所以我們要去看說 投資人的投資成本 會不會因為 公司績效好 而讓 投資 投資人想要長期持有 讓他的成本去做分攤之後 讓他成本比較低 所以 我就 建立了第一個模式就是 是否 公司績效 比較好 權益的資金成本就是 投資人 投資的成本 會因為公司的績效 很好 所以我想要放久一點 然後去讓我分攤的成本 會降低 第二個是負債的資金成本 這個負債的資金成本主要是來自於 銀行的 借款成本 怎麼說呢 如果公司績效好的話 我去跟銀行借錢是不是 就會有比較多的籌碼 去跟他談說 我的績效很好 所以我的錢一定還得出來 那你的利息部分 可不可以利率降低 其實這個在 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 其實 譬如說我們拿去 有沒有去 去辦信用卡 或是什麼 去做房貸 或是車貸的部分 信用卡公司 也就是銀行 它是不是就是看你說 你的信用好不好 然後來決定說 你的利率是多少 相對來說 公司如果績效好代表 銀行非常的安心 你會 如果你的那個 借款到期的話 你是不是會 如期的償款 所以當時的話 它的利率是會給你比較低一點 所以我在測資金成本 化的第二個模型就是 是否公司績效較好啊 那我的 負債的資金成本 就會較低 那其實這個公司績 你不能以當期來看 因為 我們例如好了 投資人在做決策的時候 是不是都去看財報 那我們財報 一定不會是 你想要看就可以看到今天 以前的 我們的資產 負債或是我們毛利率 或是財務桿桿 那我們都會去委託 快事事務所去查賬 其實這我現在最會啦 我就是在做這個行業 那我們在查的部分的話 都是 過去的資訊 譬如說我現在 在看的話 就是要看去年的財報 銀行在決定說 我們的公司績效好不好 當然也不是說 我今天要借錢就來看 我今天的績效 然後再往 從我今天看 我今天是好不好 他一定也是看財報 那我們財報 一樣是看去年的財報 所以 我本次 我來測的話 我的公司績效 是放前期 所以我第一個模型 就出來了 是前期的公司績效 對本期的資金成本 而且這個資金成本要分為 就要…